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随着那扇木门打开 猛的一阵冷风吹了进来 不过李高楼继续保持着之前的动作一动不动 他的耳中那脚步声非常清楚 脑子里也跟着出现了此刻的画面 厚重的脚步声 加上那种扑面而来的星山味 完全可以猜到近来这两个人长相 并然是极度的野蛮 但是转年去想啊 实际上也有道理 在这样寒冷的地方能够活下来的人呢 必然有着极度强悍的性格跟体魄 可是小李同学最大的疑惑依旧是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带走两个考着吃 古怪的腔调 过去从来没听过的语言 从一个男人的口中想起 幸亏语言对李高楼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 他当然可以完全明白 不过正是因为明白 所以更加感觉后怕呀 这些家伙怎么着 吃人 同时他立刻也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地窖里会有 这些被冻僵的尸体 搞了半天 这就是人家粮食储存的仓库啊 念头即此 李高楼大脑快速运转 他必须得想出办法 如果人家要把自己带走 那不完蛋了吗 这一次受得伤前所未有的严重 尤其是那四条铁链子穿过身体的位置和方式 李高楼完全可以肯定 对自己动手的人一定是龙兴 很简单 对方的手段太飞同一般了 如果是个普通人啊 哪怕有着不俗的实力 只要这四条铁链子从身上拿下来 也必然得永远贪了 所以雪晨会在李高楼身上 夹这么几条锁链 完全就是为了把他废了 人家之所以让他活着 没杀了他 并不是说大发慈悲 说到底只是想让他承受更加大的痛苦 二十天 这是李高楼最乐观保守的孤性 差不多得需要二十天的时间 他这伤才可以被龙幅彻底的修复 而接下来 究竟该如何度过这二十天 也就成了最大的难题了 这时就听另外一个人说 走吧 不然首领回来 吃不上晚饭了 就这样 就在小李同学非常紧张的心情中 他听着耳边这两个男人 拖走了两具尸体 很是幸运 他们呢没想吃李高楼 直到耳中重新听到 木门被关上的声音 李高楼这才睁开眼 他一脸的凝重啊 现在的他是真正的命悬一线 稍微有点意外的话 可真就永远没办法 见证自己的家人了 就得让人家给吃了啊 尤其他记得清楚 蓝色海鸥出事了 他必须还得出去找叶琉璃去呢 更何况如果他死了 那林涵可能一直会待在永生会 再也没办法回来了 所有的这些人和事儿 都是李高楼无法放弃的眷顾和羁绊呢 因此他连跟着自己说了许多遍 必须活下去 一定得活下去 确定在那两个人的脚步生走远了 李高楼重新翻开生死部 现在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下只能依赖生死物了 这是唯一的办法 地点 极北冰原 蛮人部落 在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之后 李高楼倒吸了口凉气呀 居然是在这儿 怪不得是这样的环境 有这样的野蛮人存在 极北冰原呢 咱们这套书说的不止一次了 在北欧的更北边 几乎是靠近北极的位置 一直以来因为这里的条件太过于恶劣 不适合人类居住 所以只有啊 爱这儿的原生土著野蛮人部落生活在这儿 所谓的蛮人 跟现代化的人相比 那就是完全没受过什么教化 一切都是最原始的样子 从前听说的时候 李高楼不太理解明显 现在算是完全知道了 这些野蛮人 连他们人都吃啊 必须得离开这儿 李高楼抬头之后 眼中带着一丝坚决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龙青跟雪晨 会把自己扔到这么个地方 但是毫无疑问 这儿一定是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说白了 他们随时可能还会来 雪晨的实力 李高楼见识过了 自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这种情况下 他能选择的只有逃啊 离开这个部落 离开北极冰原 想办法尽快回华夏 想到这儿 他又在生死部上写下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能离开 该如何离开 任何时候 与其自己啊 去做冒险的事 还不如从生死部上 得到一个更加靠谱的答案呢 很快 生死部上显现出一行小字 认认真真地把这行小字 记在心里 李高楼就开始着手 准备逃跑了 然而此刻 小李同学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个地窖上边 不远的部落 一群外出的蛮人回来了 为首的是个身材 两米多高的一个巨型壮汉 那远处一瞧啊 就跟做铁塔似的 尤其他那眉毛 几乎被口中呼出的气体啊 完全冻成白色的 又显得那模样极极凶悍 他一回来 整个部落的人恭敬的都喊 手梁 原始部落总有他们自己的规则 而这条规则之中 对于首领 那保持必须的尊敬 这一点不能违背 违背了这一点 等待他们的 那就是难以想象的后果 所以其他的蛮人呢 也都一个个小心翼翼 这首领啊 冷冷的扫视他们眼 事物都准备好了吗 这人呢 暂且管他叫野蛮吧 他已经成为这个部落的首领 两年了 之前那两个专门啊 到地窖里把食物抬出来的家伙赶紧说 准备好了 您可以随时享用 他们这身躯也算是庞大 不过跟这位首领比起来 还是感觉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了 就这样 整个部落开始看着这位首领享用晚餐 其他人必须得等他吃完之后才能吃 而他们的食物 自然就是从冰窖里边拖出来的尸体 就这种场面呢 让现代人想想都觉着毛骨悚然 但是在这样一个蛮人部落 这种事非常正常 这就跟咱们吃个大盘鸡 吃顿红烧肉没什么区别 对于他们来说 所有的法则都是最为简单的 更何况在他们看来 这些作为食物的人类 本来也不算是他们的同类 夜晚就这样悄然降临 地窖之中的李高楼 一直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机会 他耳中可以听到外边的声音非常嘈杂 但是可以猜出来 应该是那些蛮人在吃东西 也正是如此 所以李高楼更加坚定了自己必须离开的想法 二十天时间他才能恢复啊 待在这地方二十天 鬼知道会在哪个时刻就变成人家嘴里的食物了 这样的事情 李高楼现在哪怕只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 终于啊 外边似乎变得安静下来 这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机会来了 深吸了口气 看着将自己身体贯穿的四根铁链 李高楼眼中带着一丝痛苦和犹豫 他没任何武器 此时此刻更是身受重伤 所以唯一能挣脱铁链的办法 只能是把伤口完全扯开 就这种事 哪怕想想 就得明白这到底有多痛苦 但是他没别的办法呀 鬼知道自己之前拿到了紫薇命格 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现在明明那份命格都没了 却依旧还是处于紫薇困局之中 所以生死部的能力受到了很大影响 只能给他提供很小的帮助 比如现在这铁链子 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挣脱 优优独立的潮流 优独立的潮流 优独立的潮流